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赏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DSC访绑 我就觉得可以讲一讲下我对这宗新闻一些坊间没有留意到的观察 以及以前我的一些感想和经验 第一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很讨厌那些媒体去访问那些 知不知就是问他对于一些政治议题上的看法 例如就会问他们你知不知支持国安法 你知不知支持23条 你怎样看现在社会运动 其实这一种这样的做法是很不道德的 因为你站在一个尖指的那个角度 我会想第一,假如他说他支持社会运动的话 那就糟糕了 第二他就会将自己暴露了在国安风险之下 分分钟他的学校、家长、他本日 都会立即面对着来自国家的压力 如果他回答这一样东西的话就糟糕了 但是反过来如果他回答我是支持国安法的 我是支持23条的 我觉得立了法之后香港就由自及平 当他回答完这些话之后 他也会反过来在网上被一些非建制派的KOL 媒体和一堆网民去批斗 其实到最后你问那个尖指这些政治议题 他回答什么都死了 他回答支持又死了 回答反对又死了 是差了压力去了哪里 你想想在现在还在香港那里生存的人 其实都是很努力 其实都是很辛苦的 你就可以逼迫个尖指 那他没法选择 他一定是说我支持国安法 我支持23条 因为令到整个社会稳定了欣欣向荣 反过来你一抓到他这个答案之后 那些媒体就会拿去做生弊 拿去整途 然后就会引来一堆的网军攻击他 在媒体的角度来说 他抓到尖指这些说法 他是赚了流量的 但是其实他是在伤害那个尖指 就是他答什么都死 要么就被国安抓 要么他就被网上批斗 所以我就很不喜欢这种做法 但是可能因为你每年都是玩这种操作 所以今年相对地 就没有一个这么大的政治意味 还有社会气氛都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好像再问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意思 那我也都可以回忆一下一些往事 还有也都讲一讲一下就是今年有什么观察 今年是比之前在比例上 多了人是想去外国升学的 第二就是想读医的人是少了很多 那甚至乎有两个同学是想读经济学 那这个我就稍后可以以一个经济系的不叠心 可以多说一些 那以前想读医的那个讨论 都讲了很多年了 我记得林壮差不多年年都是会说 那些尖指读医啊 然后就会批斗他们没有什么 什么人民思想啊等等 那这样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说法 到底是应该为了钱去读医啊 还是读那些人民学科 哲学物理数学 经济学等等的学科呢 那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讨论 那其实很简单的 我也觉得经济学可以解释的就是 撇除了他们的个人理念 那就是哪科有钱就读哪科 那在未有这些这么严重的大湾区欲合之前呢 做医生当然是很好找 我之前的医生女朋友 是刚刚一做完husband出来 都真的接近十万元 跟着到现在分了手 那我不知道我找多少 那我相信都是一个不错的宋子 做医生的确实是很好找的 你花了那么多努力去读书 甚至乎可能你家境不好的 难得有一份可以高薪的职业 去改善你的家 这个是无好厚非的 但是呢 医生这一门的职业 在这两三年就产生了一个变化 没有以前那么好找 因为大部分的医疗的capacity 都搬了上去北上去假 很多人都还会说 其实大陆的医疗一定是没有香港那么好 对 一定是没有香港那么好 但是香港的医疗呢 一来偏贵 二来你不知道等多久 那有些人呢 是寻愿用大陆一个相对地 没有那么稳定 或者比较差一点的service 但是起码他等到 起码他博得到 所以他们都是会去大陆那里 接受那边的医疗服务 那又或者一些替代性比较高的医疗服务 其实大陆已经做得很好 比如洗牙 牙医 等等 这些已经是做得很好 又或者是照镜 你照完那块镜 跟着之后你拿一块片 你可以回来香港 给医生解读 但是你照的那个整个流程呢 其实都没有太大差异成质 所以变相呢 是有一些医疗专门的部分呢 是已经被大陆取代了 变相医生 generally 是没有以前赚得那么多钱的 所以that's why呢 知不知道是少了去选择 E4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经济解释 去做到的 即是经济学的解释 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都可以再勾回以前的一些经验 那因为以前我也有一个做医疗的项目 那我的拍档呢 就跟中大的陈家亮教授都比较熟一点 那所以有一次呢 我都跟陈家亮教授都吃过一餐饭 因为我自己都是中大的嘛 那我就曾经在一些传统的报纸专栏 那里写了一篇文章 就讲占子之间的博弈 因为早几年呢 真是无论是广大还是中大的医学院 你都是要抢占子的 那你站在那个占子的角度呢 他会怎样想呢 就是中大、港大都是差不多的 反正读完那个program 之后大家都是拿到个牌 然后又做Houseman、training 然后就会成为一个正式的医生 所以在哪一间院校出来呢 对于他来说呢 那个吸引点就是在于 哪一个可以offer更加高的奖学金 和一些学生上面的benefit 那便便出现了一个竞争关系 那当然这个竞争关系呢 有一年中大居然是赢了港大的 因为那一年的港大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是year two 他突然之间肥了三分一的学生 因为就出到份卷很难 然后呢 那份卷呢 他是特别出教科书的其中一个格子 就是你不是一些温主流的那些内容 他是出一个很leach的内容 那结果就失去了三分之一了 那所以呢 很多当年的尖指就会觉得 喂 如果我入港大的话 你又会失去了 又会出份那么难的卷 喂 万一我真的考不了的话 我就浪费了我的心机 浪费了我的时间 所以那一年呢 就突然之间很多人呢 是扑要入中大 就出奇地中大是赢了港大 那但是我的专栏文章 就不只是写这么简单的东西 那我又写了那个尖指的那种博弈的 因为呢 真的要争占尖指嘛 所以当Kong Yu给了一个offer 尖指的时候呢 那尖指就会很聪明 就会和CU说 喂 现在中大 我告诉你了 Kong Yu就出这个offer给我 喂 那你中大出什么offer给我 那中大那个人就会心想 喂 Kong Yu你出这个offer 那我要争你 我就会再出一个更加好的offer 那可能掌学今天又会再给多些 那变回到那尖指呢 又会互相两边neverage 他就又跟Kong Yu说 喂 现在中大呢 就提升了他们的offer Kong Yu你怎么看啊 那Kong Yu又会再提升offer 所以面上呢 中大和港大几年前呢 是这样被那些尖指玩到堂堂转而已 因为那个offer就不停被escalation 上去 那就不停是这样 那些尖指争取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奖学金 和一些学生福利 所以呢 那时候是真的争崩头的 但是这一两年呢 就少了很多这种争崩头的那个现象 就是因为很多原因 可能正如刚才所说 有一些尖指都已经说明 他是想去外国升学的 那去了外国升学的时候 你又少了一批人被人选 那就变成不用争了 那时候呢 我就是在我的传统报纸专栏就写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那陈家亮教授就看到了 所以他就 经过中间人的联系 我就跟他吃了一餐饭 那的确在我的角度 我当然是偏帮CEU 因为我是CEU的毕业生 虽然我现在就读中 Call Yu的Master 但是undergrad的那个情感上面的attachment 往往都是比较浓一些的 那这个大家都会理解 那所以现在呢 两大医学院欠尖指的那个状况呢 是少了很多了 另一个现象呢 就是很多尖指都想去外国升学 原因都不用说了 牛头角纯属都知道的 就是因为似乎你有一个这样的实力 倒不如在外国那里放一铺 或者增加自己成为世界公民的那个exposure 对于他未来的发展都是好的 就是你与其屈在香港 那你倒不如真的灭掉世界 这个都不用多说 就是原因很简单 甚至乎可能他本身都有想移民去外国的倾向的 那你就就是 预先在外国那里读书 熟习一下当地的环境 看看是否适合你 然后再想一下 怎样去将自己 变成一个更加适合生存的世界公物 那样呢 好了 另一个point我就想过 就是今年比例上面 出奇地呢 是多了人呢 想读经济学的 那我就留意了两个尖子的说法 其中一个尖子就说了 他想解决这个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 那就是希望呢 就是可以读经济学解决到这一样东西 那我真的觉得不知道现在 DSE 的课程发生了些什么事 居然令到尖子会觉得 经济学呢 是可以解决到社会不均的问题 其实他是一个社会科学之后 queen of social science 他是建构着一个解释体系去解释社会的现象 所以你要应用到很多的数学 模型等等的工具 那几年前莫贝尔得掌者当然是有班受到一些奖学 去比一些做poor economics的人 贫穷经济学 但是呢 其实他们的那种研究方法呢 是比较像田园考察的 有些接近人类学的那种research method 那如果你用回现在的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院校的那个curriculum 是教不了这些东西的 他也不是将经济变成一个好像工程那样 就是有一个问题你要解决它 经济学是没有那么强劲的能耐的 他是解释某一些东西 他不是改造那个社会 曾经有一些年份 有一些经济学家 是没有想可以改变社会 当他好像工程那样去做的时候 是会产生了一些很大的影响 因为本身这个学科呢 他不是这样用的 那也都有另一个 就会将现在很流行的那些 什么炭竹籍啊 ESG等来说 那我觉得都可能是一个美丽的不会 那但是呢 我都回忆回呢 就是当年呢 我都得而且确是有一个师兄呢 都挺有趣的 那这个师兄呢 他就中大误法 向树废 就是另一个中文大学的 经济系的前辈 向师兄呢 都是有一些的关系这样的 什么关系就免得说 那这一位大我一年的师兄呢 他是真的曾经试过 在第三世界国家那里 建了一间银行出来 那但是他建了一间银行出来呢 或者在第三世界国家去做这一样东西呢 就跟他的本科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本科呢 是没有教别人去怎么样建立一间银行 我们有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我们有moning and banking 这些呢 都叫做最接近银行体系的学科 但是我们都在读一些理论 数学模型 那些图怎么去画 或者一些很计量的东西 我们从来都不会说 怎样去弄一间银行出来 所以到最后呢 都是这一位师兄他自己 有一个特殊的制度 而且他够聪明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 那但是就 我觉得都挺有趣的 就是很多人都想读经济 是但是其实他们可能对经济 是都会有一些的理解 出到来呢 是一样一样八样一样 就是有些像读哲学 读历史学的人一样 有些人出到来 可能都不是做本科的东西 都是做了其他的范畴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挺有趣的观察 就是多了的人想去外国升学 少了人讲读E 多了人想读经济 我觉得到最后 都是讯息落差问题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还有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有一个 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解答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之划的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100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comment 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也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 me 那里输入一些理想我们 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去说出去的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点唱环节的服务 那也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和一些独特的独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现在做的奇人谈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 不方便去说的一些黑幕资讯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和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绝密的 爆是非的youtube 那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那最近呢 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 是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香港人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 套到30万之余呢 亦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所以亦都帮很多 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严微资金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行的财技 是可以一月的税移到去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这些的巧妙东西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fortune inside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内幕的分析的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呢 我的节目拍档呢 他的投资回报也是非常之厉害的 近年呢都很轻易 会找到一些两三日前买 之后就会爆炸性回报 几十个percent至一倍的股份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 港股或者美股策略上面呢 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呢 亦都可以找一找他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呢 下下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也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条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底下联络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资产 投资的财务部署